1957年主席访问苏联,江青随行和苏联人合影留念。从这张照片上看,江青和主席身穿黑色大衣,主席还戴着帽子,可见莫斯科的天气十分寒冷。在苏联迎接人员的簇拥下,两人平静地看着镜头。江青面对镜头更加自然。他面带微笑,心情很好。 1957年11月2日,主席率领戴中国表团前往苏联访问。访问时间一直到1957年11月21日才结束。这次访问是主席第二次到苏联访问。第一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。 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人造卫星成功上天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,赫鲁晓夫主动邀请主席访问苏联。实际目的则要复杂得多。 因为苏联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。另外,赫鲁晓夫1953年上台,1954年访问中国,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,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援助。 1957年主席访问苏联,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宋庆龄、邓公、彭老总等人。在很多资料里,都没有提到江青参加这次访问,更没有说明江青在代表团里是什么身份。 但是,江青确实跟随主席去了苏联。江青这个人喜欢出风头,喜欢热闹,他跟随主席去苏联也不意外。 我们找到了一段视频,记录了当时主席方苏的情景。在这段视频里,能看到宋庆龄、彭老总等人。江青也出现在了镜头里。 但是,出镜的次数和时间非常少,只有一两秒。从视频上我们能看到,江青站在宋庆龄身边,裹着头巾。 至于江青在苏联的行程,目前历史军没有找到具体资料,不知道他在苏联的具体行程。 有知道详细内容的小伙伴,可以在评论区补充。 很多网友不知道,主席的这句名言,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,就是这次访问苏联期间说的。 1957年11月17日,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了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。 主席发表现场演说,他在演说中说,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,正在兴旺时期,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 这段话传回国内,迅速传遍大江南北,激励着无数年轻人,奋勇前行。